2 1 請揭牌 華碩董事長施從堂親自帶領高層們揭牌 攜手台大成立聯合研發中心 打造產學合作新模式 投入培育新世代的高階人才 提升關鍵技術的研發量能 要決勝國際 華碩從電腦起家 這幾年積極轉型 跨到AIOT 智慧醫療等等 勢必需要更多的人才 選擇最高學府向下扎根 解決科技 人才慌 不管是AI或是一些IOT的應用 這上面甚至在智慧醫療 我們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當然我們的人才會以這幾個 我們持續投入的面向為主 除了缺人才受到疫情影響 卻料塞港問題依舊嚴峻 但華碩維持正成長的動能 11月集團營收551.73億元 年增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創十三年來同期新高 對手鴻基11月份營收新台幣288.55億元 闖八年同期新高 並對市調機構看摔PC產業 董事長也出面駁斥 強調目前訂單還是超過供貨 而且比例差很大 至於長短料的問題 將在明年收集解決 並不會影響PC事況 參選林蘇賢方向太大 然後到60億元 公主 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